各位姐妹平安 平安 今天我要介绍一个非常特别的讲员 就是叶汉忠弟兄 叶汉忠弟兄上来好吗 我认识叶弟兄三十年 他那是在华人社区里边 比较少有的愿意参与社区 这种活动的基督徒领袖 他曾经担任皇后区26学区的学区委员 曾经也竞选纽约州的州政议员 众议员 后来因为身体出的问题 他后来就没有再继续 那目前是国际基电会 纽约市的督导 也是在北美唯一的一个华人的基电会的 会长还是 前会长 你们知道这个基电会吗 不是活杀基电啊 我问你去旅馆的时候 因为他还说什么基电 你去旅馆的时候拉开抽屉呢 可能就有一本圣经 是基电版的圣经 是一个有100多年历史的一个福音机构 今天我想透过叶弟兄的分享 你不但能够了解 你为他们祷告 而且一起来参与来支持 好 把时间交给叶弟兄 谢谢你 谢谢你 好 I was a habitual felon, meaning I had been in prison several times. I had several multiple felons that I had been prosecuted for. I had been told by my attorney that all hope was gone And one Saturday morning a brave soldier came through probably one of the bravest men that I've ever met In his hand he had a little brown book He said do you know Jesus as your Lord and Savior He opened it to the back pages and shared with me the plan of salvation He told me that the Lord loved me and he could forgive me of all my sin I took that New Testament back to my cell And for the very first time I opened up that New Testament And I read through the entire Gospel of Mark I accepted Jesus as my Lord and Savior And he gave me that little book and told me to take it with me Told me to put my name on the back of it if I believed it And he turned and walked away Gideons are men of your church Doing what they've been called to do These are your testimonies The Gideon ministry expands your opportunities for evangelism In your community and beyond When you participate in the Gideon ministry Through prayer, financial gifts, and membership You dramatically expand the reach of your church In fact, over the 100 plus years of the Gideon ministry You've enabled us to give away almost 2 billion copies of Scripture Please join hands with us As together we become God's love in action Placing His word across the street And around the world I don't know where all the millions of Scripture has gone But I know where one Scripture has gone And it landed in my hands Because of you and the purpose and the plan of the Gideons My whole life has changed And it was that Scripture that began the journey for me Toward a life of obedience to Christ Because it is the word of God that transforms lives 好的 那我们现在来读一段今天的经文 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是 《世诗记》第六章6到16节 让我们一起来念好吗 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缘故 极其穷乏 就呼求耶和华 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缘故 呼求耶和华 耶和华就差遣先知到以色列人那里 对他们说 耶和华 这以色列的神如此说 你们从埃及上来 出了为奴之家 叫你们脱离埃及人的手 并脱离一切欺压你们之人的手 把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 将他们的地赐给你们 又对你们说 我是耶和华 你们的神 你们住在亚摩利人的地 不可敬畏他们的神 你们竟不听从我的话 耶和华的使者到了俄弗拉 坐在亚比一切族人 约哈斯的橡树下 约哈斯的儿子 基电正在酒炸那里打麦子 为要防备米甸人 耶和华的使者向显现 对他说 大能的勇士啊 耶和华与你同在 基电说 主啊 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 我们何自遭遇这一切事呢 我们的列主不是向我们说 耶和华 领我们从埃及上来吗 他那样奇妙的作为 在哪里呢 现在他却丢弃我们 将我们交在米甸人手里 耶和华观看基电说 你靠着你这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 不是我拆遣你去的吗 基电说 主啊 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 我家在马拿西支派中是自贫的 我在我父家是自为小的 耶和华对他说 我与你同在 你就必击打米甸人 如击打义人一样 好的 那我们现在就要开始了 现在 我可以杀掉我老爸了 经历很多年来每天受虐待的日子 Raymond Menina他恨透了他爸爸 决定要杀了他 这并不容易 他想过许多的方法 但每次都失败了 他想我得找个武器 才杀得了老爸 但没办法拿到武器啊 最后他决定去参加军队 这样就能够得到一把枪 也能够学会如何使用 在陆军里面经过几个月辛苦的操练 他终于得到了一把枪 于是他想 现在我可以杀掉我老爸了 就在那一天 几位服装整齐的国际祭奠会的会员 来到了军营 然后呢 发给他们每一个士兵 一本新约的圣经 他们解释说 读这本书是非常的重要 尤其是在你要做重大决经之前 那天下午 Raymond他开始读圣经 每一次读了圣经以后 他就感觉到他对父亲的恨意 稍稍有点减少 于是他就说 好吧 今天我就不杀他了 但是明天还是要杀的 一天一天 一周一周 就如此过去 直到有一天 Raymond他跪倒在神的面前 求神的宽恕 也接受了耶稣基督 做他个人的救主 今天Raymond是在自立 Picoapo一间教会的牧师 基电会经常会收到 像Raymond如此令人难以自信 却又鼓舞人心的见证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基电会会员 要担任这一个独特的事工 我们能够看到一个个生命 在阅读圣经或新约之后 转向基督 当你听到基电会 也许就会想到 像刚才牧师所说的 你到了旅馆的时候 那个抽屉里面的那一本圣经 没有错 这的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工 我们在世界各地 如此做也超过了一百年 但是你可知道 它只是我们基电全球事工的 百分之八 通过众教会的奉献与支持 国际基电会在中学 大学 监狱 医院 以及其他的重要的公共场所 派发圣经 大部分是发到下一代的手中 我们也提供圣经 给警察 消防人员 跟军队 基电会是教会的一部分 所有基电会的成员 都是重生的基督徒 我们是从事商业或专业的人士 那所有的基电会的会员 跟他们的妻子 都是地方教会的成员 截至今年2021年的10月底 国际基电会在200个国家 及地区有组织 我们一共有12112个支会 那我们称为CAM C-A-M-E 基电会目前是以109种的语言版本 在全世界发放出神的话语 像这个就是中文的新约圣经 那我刚刚讲的这109种是纸本的 在过去几年 平均每年发出8200万本 去年因为是新冠疫情的关系 只发出了2900万 自从1908年到2021年 我们总共已经发出了24亿本 刚才你看到的video是几年前做的 如果资金足够供应的话 我们还可以发出更多 我们也在本地为基督而工作 每年的9月有7天的时间 全美国的基电会会员会来到纽约市 为我们提供大约30万本神的话语 到像医院、疗养院、大学、监狱等等地方 我们唯一的目的就是要看到 时尚的人来相信基督 通过个人的见证 跟分发神的话语 我们力求为我们的主实现这个目标 透过你能够帮助我们所提供的圣经 一次又一次我们发现 一旦人读了神的话语 他们的生命就永远改变 他们的分享一再地见证了这个事实 以本你所捐出的圣经或者是新约 透过上帝的力量 他到底能做成什么样的事 我们只能敬畏 正如以赛亚书55章第11节所说的 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 必不突然返回 这个是圣经上面的话语 Bernie是一个铁石心肠的澳洲商人 他经常住在酒店里面 他偶尔也会读一读酒店里面的那本 《积淀圣经》 当生活变得如此糟糕 有一天他想从在穆里斯班的酒店 八楼的阳台往下跳 结束这一切 就在这个时候他注意到了那本圣经 在这些书页中间 他发现了基督跟他自己生命的意义 今天他是一个圣经教师 及总部设在澳洲 雪尼的Christianity Works的首席执行官 他透过了一千家电台 在一百六十个国家播出了节目 接触了超过一千万人 他说这是酒店内那些圣经的连锁反应 监狱是另外一个基店提供神话语的地方 神的恩典非常奇妙地来到铁窗的后面 刚刚在视频中间 大家看到的那个Christopher 袁佑轩他在大学宿舍里面涉及毒品 以为他可以白天做研究生 晚上嗑药开party 他基督徒的父母为他祈祷 求神不惜一切的代价把他挽回 神回应了他的祷告 一天他的门砰砰砰的大响 他打开门一看 门外是十二个联邦 基督人员亚特兰大警察和两只德国大狼狗 而他才刚刚收到最大的一批毒品 相当于是九点一顿的大麻 他进了监狱 在监狱里面 在垃圾桶的上面 他被一样东西吸引了他的目光 他弯下腰把它捡起来 这是一本基督徒新约圣经 被别人丢弃在那里 他把他带回了牢房 第一次打开圣经 像刚刚他所说的 他读完了整本的马可福音 袁佑轩说 我今天知道圣经不仅仅是纸墨 这是神的呼吸 活而有力 比任何的双刃剑都锐利 当我开始读神的话语的时候 他渗透了我 剑低了我倔强的心 他透露了对我的人生计划 他叫我全时间侍奉 但是我仍然在监狱里面 最伟大的奇迹是 母地神学院接受了我 我在2001年7月从狱中释放 8月就开始上课 现在我回到母地圣经部门教书 所以我说 我是从囚徒到教授 只有上帝能做到这一点 数十亿的人都需要神的话语 就在这里 就在美国 就有数以百万计的人 让我再说一遍 数以百万计的人 在我们自己的国家都不知道 耶和华就是他们的救主 我们需要您的帮助 我们需要您的帮助来接触他们 您的帮助 由祷告开始 首先 祈祷让我们有足够的资金 能够购买圣经 其次 也祈祷有更多的人 能够加入基电 以满足在200多个国家 不断增长的需求 最后也祈祷那些 拿到神的话语的成人跟儿童 不仅仅是打开圣经 同时也向基督敞开他们的心扉 因为我们如此庞大的购买量 所以基电会放在酒店和汽车旅馆里面的这圣经 它的售价只有五元 也许你平常要买的话 可能要二十美金 这些圣经平均的寿命大约是六年 在一个酒店的房间里面 可以轻易地接触到大约2300人 想想看 就在这里 就在Little Neck 一本你所提供的旅馆圣经 就可以很容易地影响了超过2000人的生命 如果神今天为这个事情打动你的心的话 请考虑支持国际基电会 当你支持国际基电会 你就在与基督同工 你在影响生命 像这种小本的是1.3美元 你就可以在世界各地提供一本新约的圣经 这已经包括了它所有的印刷跟派发的成本 因为教会的奉献是100%用在圣经上 我们自己的行政费用 则由会员全部的自行负担 为了您的方便 你可以付支票给国际基电会 英文名字叫The Gideons International 你也可以使用信用卡 你也可以透过基电卡片 这个基电卡呢 它可以用来纪念一个重要的日子 比如说这里上面写Thinking of You 它可以让别人知道你正在想他们 卡片本身是免费的 但是你可以用这种独特而难忘的方式 透过捐赠神的话语来触摸更多人的生命 那今天我也带了这个一个rack 可以放在你们教会这上面有一些这些卡片 你可以使用 因为基电会的会员都必须是从事商业或专业的弟兄 而神职人员呢也不可以成为我们的会员 所以不是人人都可以参加 那尤其是姊妹们如果想要参加的话 怎么参加呢 我就跟他讲说要您的先生成为会员 你就可以成为辅助会员 你就可以成为我们的成员的一部分了 那有些人就想那我们如果要支持你的话怎么办呢 所以我们现在有成立了一个叫基电之友 那你可以填在这里我有一张卡片 那或者是你上网就说填基电之友 然后你说你想要支持我们的这个智慧的话 你就可以成为我们的之友 以祷告跟财务的方式来支持我们 那通常呢讲到这里 我就会结束我们一个平常的基电会的一个见证 那现在呢我想要跟您分享 我当初是怎么加入基电会的 因为工作的关系我经常需要旅行住旅馆 所以呢我也经常有意地去入住华人经营的旅馆 想要多关照一点自己人的生意 但是有的时候我发现我找不到那本熟悉的圣经 却会看到那些佛经等等 行中就想那些基电会的人都干什么去了 我真的很想找他们理论 在2013年的2月 何志平牧师来对我说 他认识一个国际基电会来自台湾的国际理事 叫刘瑞和弟兄 他将来到纽约问我是不是愿意跟他见面 那我就去了 当天晚上还见到一位长导来的 Trevor Thompson 弟兄 当天晚上跟这位刘弟兄 从晚上七点一路聊到深夜一点半 对于基电会的事工有了清楚的了解 那他也邀我加入基电会 我当时就问他一个问题 我说现在大家都下载圣经到手机里面 纸本的圣经还有需要吗 他的回答是 基督徒才会下载圣经 非基督徒就不会下载圣经 当他们需要圣经的帮助的时候 在眼前就有一本实实在在的圣经 效果是不一样的 我在当年五月正式加入了基电会 当初我为加入基电会 是不是要成为终身会员而有点抽搐 那个时候的会员年费是四十元 随便掏口袋就有 但是我很想成为终身会员 那个时候终身会员一次要缴一千元 那相当于二十五年的年费 不是个小数目 而且我那年已经六十一岁 我想我还有二十五年吗 就在这个时候 一位欠我钱很久不还的朋友来电话 他说他想还我一千元 我想说哇神真的是有预备 太棒了 立刻就签了信用卡 付了这一千元 不料一个月过去了 信用卡账单来了 钱没有还 我妻子看了账单大怒 说你怎么可以这样乱花钱呢 小心的我这个时候才真真切切的向神求告 说求神帮助我脱离困境吧 几天以后有一位弟兄请我为他们的公司做咨询顾问 在半年以后要完成 但是他可以先预付我一千块 这个时候我还是真的明白 神的的确确是有预备 但不是如我所想象的要依靠人 而是真正的超乎我们所想所求的 当我加入积淀会以后 在受培训的时候才发现 早在两年以前 全纽约州的积淀会会员 就一直在为在纽约市能成立一个 以说中文为主要语言的智慧而在祷告 我以为是我找到了积淀会 其实不知道 神早在两年以前就在下一盘 我完全不知道的棋 积淀会皇后区东北支会 在2014年5月18号在法拉盛正式成立 这东北支会就是全美第一个 以华人为官方语言的积淀会的支会 当时积淀会纽约州的复会 副主席Trevor Townsend弟兄 他亲自来见证了我们支会的成立 而这一位正是我一年半前 见到的那位来自长岛的弟兄 Trevor弟兄后来还当了 纽约州积淀会的主席 现在我想跟大家稍微讲一下 积淀会的起源 在1898年的秋天 美国威斯康辛州的有两个人 一个叫John Nixon 一个叫Samuel Hill 他们来到威州的一间旅馆 因为旅店客满 店主建议他们两个人 共用一间有两张床的双人房 John Nixon他19岁的时候 在他母亲临终时 应许他的母亲每天都要读经 祷告终身不渝 多年来养成每晚就请前 必读圣经的习惯 两个人不久就发现 原来彼此都是基督徒 他们就在房中一同玩岛 当他们跪下祷告的时候 神就赐给他们一个 创立了这个组织的心愿 他们在1899年在相会 同意联合基督徒旅行商人 以互相督促 个人传道 以及一同服侍的为目的 决定于当年的7月1号 在Jamesville的基督教青年会 召开成立大会 结果呢 只有三个人出席 他们于是还是组织起来了 选了这Hill为会长 Nights为副会长 Nixon担任书记兼会计 他们为了这个组织要叫什么名字 考虑良久 然后跪下祈求神的启示 那一支站起来宣称说 我们应该称为基电会 他诵读了圣经四十记第六第七两章 并且宣称他之所以 选择基电这名字的缘由 根据四十记 基电原来只是一个胆小的人 连主的差遣 他也只敢在夜里偷偷地去做 但是后来因为经历到神的信实 就成为完完全全 征照上帝旨意行事的人 他不再顾及自己对这些计划 或结果的看法 谦卑 信心 跟顺服 构成了他伟大的品格 这也是基电会希望 在每一个会员身上 所树立的品格的标准 让每一个人在任何时间 任何地方 任何途径都能够遵照圣灵的指引 行出上帝的旨意 成为神大能的勇士 如果你看一些西部片的话 你可能就注意到 当年的旅行商人在旅店中 经常会面对赌博色情 等等的诱惑 初期的基电会会员几乎全部都是旅行商人 所以他们首先要考虑到的问题 自然就是在他们的旅馆里面 如何在离开以后 更有效地为主做见证 有人建议 在每一家旅馆里面的柜台 放一本圣经 让客人随时可以借阅 这样的话 当基电会员离开以后 这本圣经仍然能够留在这些旅馆当中 继续默默地为主做见证 在1907年举行的基电会议上 慎重地考虑了这个建议 一位理事更进一步地建议 基电会在全美国每一个旅馆的 每一个房间中各放一本 这个计划在1908年举行的 会员大会中被接纳 在这过去的113年来 一共发出了24亿本的圣经 基电会现在也使用了 这个Gideon Bible App 里面包含了可以在243个国家 使用的1700种语言 这绝对不是当初创会的三个人 所感想所感求的 这正印证了 神在以赛亚书第55章第8第9节所说的 燕华说 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 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 天怎样高过地 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 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 在我的人生历程中 我也亲身经历了神的信使 有人说人生不如意是十长八九 但在人生旅途的上下起伏当中 我们却能够看到神的恩典 其实如果不是神的保守 我早就没了 身为基督徒总以为不能生活在象牙塔当中 若能够积极地参政 也许可以透过立法 表彰耶稣基督的价值观 对社会和谐 国家安定 甚至世界和平 可能都会有所贡献 1989年我首度参加竞选 并赢得了纽约市第26学区委员的席次 1993年成功连任 1996年原来计划继续参选 结果对外宣布 因为个人因素不选了 其实因为我身体出了状况 1996年上半年 我发现自己有血尿的问题 结果确诊得了膀胱癌 医生说我既不抽烟又不喝酒 职业上也不会接触到化学品 他不能告诉我为什么会得癌 但他可以告诉我一个好消息 膀胱癌死亡率不高 想死在这病上不容易 但是还有一个坏消息 膀胱癌的复发率很高 可能会跟我一辈子 膀胱癌主要的症状是无痛性的血尿 有些病人甚至根本没有症状 是健康检查时才意外发现 所以绝对不要轻忽血尿 或者是例行体检 我的肿瘤虽然已侵入了膀胱壁 算是第三期 但仍然能够以内部挖除的方式 保留我的膀胱 手术后虽然施以贯注肺结核菌的方法 但是毫无帮助 只好持续追踪 先是每一个月 后来三个月六个月一年检查一次 头几年反复了几次 手术以后又开始重新的一轮的追踪 2003年以后就基本上是每年复检一次 2012年的夏天 我要参选纽约州众议员 每天都忙得没日没夜 我记得7月12号那天上 我预定要到选举局去提交选举的联署名单 却早已忘了那天是我癌症复检的日子 妻子秀美提醒我说 一定要先去看医生再去选举局 结果医生跟我说 我癌症复发了 而且又是第三期 必须立刻住院动手术 我的参选行动被迫禁止 神是透过妻子的提醒救了我 要是我当天忘了复诊再约 可能要再等几个月 即使最后赢得了选举 恐怕也没办法上任 所以绝对不要轻忽 你妻子或你丈夫对你的提醒 这不是神第一次救我 也不是最后一次 在03年的中间突然有几天打革不止 原来也不当一回事 还开玩笑说我还想打破世界纪录 没想到竟然是我的横隔膜破裂 我的胃上升到我的心肺之间 已经开始溃疡出血坏死 但是医院原来也以为我只是胃溃疡 能够止血就好了 三天以后才发现真正的病因 马上又动了手术 把胃拉肥回原胃 医生说如果再拖一点 可能就胃就坏死穿孔就没救 所以也绝对不要轻忽打革 2014年12月4号 我走在法拉盛天井购物中心 前面的行人穿越道 那边行人红绿灯显示有15秒倒计时 突然在我右边沿着罗斯福路 向东行的所有的车辆都冲过来了 我想逃 但是却跌倒在车道的中间 一辆车紧急刹车就停在我的右腿边 离我只有一寸之腰 我虽然是到处流血淤青衣服也破了 但是人无大碍 原来这交通灯设计有问题 大约有15秒的时间 四面都是绿灯 那后来我通知了市政府 市政府到当年的圣诞节 才修好了这个问题 第二年的11月6号 当我开车上班的途中 忽然碰到一辆车 前面堵到了 所以我就向右转 结果呢 突然发现在我左边开来一辆 满载沙石的纽约市交通局 十轮工程大卡车 我马上转方向盘踩煞车 但是我还是埋在了那个轮子的下面 那个轮子比我车子还高 车虽受损 人却没事 在等待警察来的时候 我不但心情能够平稳轻松 还居然能够与卡车的司机谈笑风声 最后我还到了 我那个创可里面 拿了一本积淀圣经送给他 他也承诺我 以后会把这个圣经 放在他的卡车上 经常阅读 在2013年的时候 我再度出马要竞选纽约市的市议员 不料尽也在递交连署名单前的一个周末 因为一个认识20多年的社区朋友的反复 以致我所有的连署名单全部失效 我再度出去 我就想每一次要选举之前都尽心祷告 求神允许我我才发动 为什么又莫名其妙地收藏呢 再回想到2003年的时候 我年过半百 结果我放弃了稳定的工作 开始创业 也认为我得到神的允许 那为什么三年以后就经营失败 身心俱疲 几乎自杀成功呢 是我误会了神 还是我根本被神耍了呢 难道我就是他的弃儿吗 虽然已是多年的基督徒 但这种负面的思想 却经常捆绑着我 其实过去的我就像以色列人一样 从来不用严肃的神的标准来审视自己 总以为自己既然已经蒙神的拣选 我做什么都是对的 我是替天行道 认为凡事既然已经得到神的允许 就自以为意了 从来不用神的眼光 神的心思来看 当我事业不成 我全赖在别人的身上 是家人不支持 同事不合作 客户不明理 上帝不恩待 不 当然没错 那心中充满了不满 充满了苦毒恨意 却又认为好基督徒是不会恨人的 所以我觉得没有恨过任何一个人 当如此自己都在骗自己的时候 我又怎么能够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神 所以神不听我的祷告 岂不是理所当然 所以事实上在信主多年 神却一再的在死因有苦力救我出来 我真的要说哈利路亚 因为我真的是无可自刮之处 但是神却一再的救我 在过去多年参加了脚生的癌症事工 那看到同样的一群人 他们来的时候 医生告诉他 你只有六个月 面如死灰 但是在这一群 癌友的互相的激励之下 他们找到了神 他们得到来自神的力量 多年下来 他们仍然与癌共存活得精彩 因为虽然有病在身 但是他们明白 什么叫在主里的平安与喜乐 箴言十七章二十二节告诉我们 喜乐的心乃是良药 忧伤的灵死骨枯干 路加福音第二章十四节说 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 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 菲利比书四章四节 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 我们只有完全依靠主耶稣基督 才能常常喜乐 孔子说 遭闻道细死可疑 就像保罗所说的 在菲利比书一章二十一节说 因为活着就是基督 我死了就有益处 我现在终于能明白 我母亲所常说的一句话 每一天都是神的赐予 都是多赚道的 因此要实施感恩 世事感恩 处处感恩 我常常说纽约的属灵的氛围很糟糕 政治上离经叛道 宗教上异端邪说 但是就像尼西米他为了城墙拆毁 城门被火焚烧的耶路撒冷而哭泣 悲哀祈祷 困难重重 但五十二天后城墙修完了 因为这个工作是出乎我们的神 我们用一个种子跟园丁来形容我们跟神的关系 身为种子的我 对于我自己所处的环境 无论是土壤 养分 阳光 雨水 甚至我自己是什么样的种子 未来能结出什么样的果实 我是完全没有控制权的 但是因为我有个爱护我的园丁 他可以从选种 栽种 施肥 灌溉 修剪 都一一为我量身定做 所以呢 一个好的园丁 无论种子所处的环境是多么的贫瘠恶劣 他都能够改变翻转 最终让种子结出美好的果实 在这个刚才我们读过的这个圣经里面 我们看到 积淀其实他一开始的时候是说 现在他却丢弃我们 叫我们交在米甸人手中 他也不相信死者说 大能的勇士啊 耶和华与你同在 但是耶和华神却亲自对他说 我与你同在 是的 耶和华神 他与我们同在 所以我们绝对不是神的契儿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宠儿 我们要每天欢欢喜喜的为主而活 永远做神所喜悦的人 从怀疑到确信的关键就是因为了解到神的心意 但我们要如何才能了解神的心意呢 就要从读经开始 我们不只是自己要读经 更要帮助不认识耶和华神的 是他们救主的人能有读经的机会 国际积淀会的事工就是帮助教会完成这个使命 是你能够到你到不了的地方 它有助于会员们灵命的成长 使他们在各个教会中能够做出更能有利的侍奉 像我个人就是个例子 非常谢谢肖牧师给我这机会来纽约丰收灵涼堂 分享我的事工 也感谢各位会众您的关注 今天能来到这里与你们的崇拜 一起崇拜是非常荣幸 愿上帝的祝福与保守永远与你同在 谢谢